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 在3月19號 由人文社會學院所承辦 發現、看見與創造 從平面到數位的媒體工作 30年分享講座 特別邀請到城邦文化 麥浩斯出版社張淑貞社長 來分享他在業界從事媒體的所見所聞 你要常常問自己 或者是到你困惑的時候 你就安心一下 你去問問你自己 你想要什麼 那這個做下去有沒有後悟 有 敢不敢 敢不敢去做 沒辦法 張淑貞社長也提到 當從事的行業面臨轉型 應當以樂觀態度面對 同時 社長也領悟到 時代的變化就像浪潮一樣 不管是工作或是關係上 都沒有所謂的永遠 唯有站在十字路口上面對選擇的窘境 才有動力讓自己前進 其實十字路口是你想出來的 對吧 就是你如果一直站著不動 當然就在十字路口 但是如果你的腳開始動 你就不會在十字路口 那你的腳怎麼動 就選你能動的先動 就這樣 所以你身上一定有你一個東西是一定會的 只是不是很強 也沒關係 你就先去做就對了 另外 張淑貞社長也鼓勵學生 勇敢去嘗試任何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不要因社會趨勢而匡限自己的出路 確認方向後就不要想太多 行動就對了 聽完講說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應該會學習怎麼樣 不要把自己舉現在那個框架裡 對我想說如果我這個東西學會之後 那我就慢慢擴大我自己的框架 這是我覺得今天最大的收穫 在通往夢想的路上 或許會遇到許多十字路口 面對選擇的時候 思考下一步該如何前進 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人生課題 以上新聞由關一婷、鄭偉淳、林彥霖、王映璇採訪報導 就算是個小型的粉絲 然後再做一圈